如果你想拥有一台7长24小时不间断的电脑 帮你在睡觉工作度假中 一直执行你的全自动交易程序 那么就请看一下我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 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从VPS的购买一直到挂载EA的全过程 VPS的服务商我们这里就使用 使用这个Lightnode EA的话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可以使用我们这个视频里面分享的这个EA 去做这个操作的练习 在我们操作之前 我先给不了解的朋友讲一下什么是VPS 大家知道我们挂载一个EA 它是需要MT5一直保持运行的 继承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 一旦我们关闭了MT5 那么你的EA的开仓平仓修改止损 这些操作就无法得到执行了 但是如果说一直把这个EA挂载 挂载到我们自己的电脑上 一直就这么开机着 也不关机 这也不太现实 先不说电费 或者说是影响你自己电脑的性能 光网络这一块就不太现实 我们先看一下本地电脑上的网络延迟 大家看一下右下角 我点开的窗口 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数值 差不多都是在个两三百毫秒左右 即使我们不做高频的剥头皮的量化交易 普通的量化策略 按照我们目前的个人主机上的网络延迟 也就是差不多两三百毫秒的情况下 也会导致我们石盘的滑点 会高一些 交易的成本就会增加 而且这还是在两三百毫秒的情况下 有一个群友他说 他使用的是这个TradingView的自动交易 从他下单 下单信号开始到这个交易所 成交订单执行 一般就会有 他说应该是两到十秒的延迟吧 秒不是毫秒 这么大的延迟对于我们策略的技巧 影响肯定不小 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使用VPS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大程度的解决这些烦恼 因为只要我们使用一个离我们券商很近的服务商提供的这个VPS 就可以把我们的网络延迟从这个两三百毫秒降低到三四毫秒 好接下来我们就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要找一个VPS的服务商注册一个账号 我这里就以这个Lightnode举例子 因为他在这个世界各地上 他都是有非常多的节点的 当然我们用不到这么多 我们只需要他能有一个离我们这个券商的服务器比较近的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ICMarkets 它应该是在服务器应该是在纽约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离他近的 比如说这个华盛顿作为我们这个节点的一个选择 并且这个Lightnode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允许你免费的去使用它的这个Windows的操作系统 因为我们的这个MT5 它是需要执行在我们这个Windows的图形界面上 但是很多这种平台对于Windows的操作系统 它都是需要你额外进行收费的 像没有这种图形界面的 比如说这种Linux 它就不需要额外的付费 但是针对Windows这种 它就要多加一点钱 要么就是灰色一点的 它允许你以这种自己传入系统镜像文件的方式 创建Windows系统 但是这种方式 我觉得也很麻烦 这个Lightnode它是直接就让你免费使用了 很方便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能就是对于国人的好处吧 它支付起来比较方便 就是充值啊 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支付宝就可以 而且价格的话 我觉得还比较便宜 大家如果要注册的话 可以使用我的这个链接啊 进行注册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享受这个95折的一个折扣 手充的话 还会有这个最高20美金的一个赠金 我呢也会有10%的一个返利 不过这个大家随意啊 用不用我的都行 这个地址 大家如果不想自己打的话 可以找我要一下 注册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啊 我们直接使用这个邮箱注册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直接填入自己的邮箱地址 然后获取一下这个验证嘛 设定一下这个登录的密码就可以了 跟正常注册一个账号一样 很简单的 注册好之后 就会来到这个Lightnode的一个后台 然后点击这里的财务 点击支付 就来到这个支付的界面 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信用卡 还有这个PayPal 包括这个阿里费 也就是我们的支付宝 都是可以的 然后选择一下 你要充值的金额 它这里是以这个美金作为计价 选择好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它这个支付按钮 然后你自己进行一个扫码就可以了 充值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产品 然后点击实例 然后去部署一个新的实例 地区的话 这里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平台 自己broker 它的这个服务器的地址 来进行选择 选一个离他们比较近的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这里选个华盛顿 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镜像的话 我们这里就选这个Windows 然后版本的话 无所谓 看大家喜好就可以了 然后是这里的CPU核内存 大家如果是刚开始的话 应该不会挂载太多的EA的话 我觉得选择这个四核 四核八GB的就足够了 然后流量这里的话 我们选择一个2000GB的就够了 我们只是在上面这个做交易 又不是这个说是搭梯子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2000GB就足够用了 根本就用不完 然后这里的主机名称的话 就随意 密码的话 你可以先设定一个自定义的密码 当然如果你不设定自定义的话 使用它这个随机的密码的话 当你这个实例创建完成之后 它就会以这个电子邮件的形式 把你的随机密码 发到你的邮箱 这个密码的话 就是待会儿我们用来 远程连接我们的VPS需要的这个密码 账号的话 就是这里的固定的 这个administrator 大家把它记一下 安全组的话 这里大家不用管 我们这里用不到 然后直接点击这个提交就可以了 它这里就是你 所选的这些一个总的费用是多少 我们点击提交 然后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然后点击部署就可以了 部署之后大概过个几分钟 它就会给你发一个邮件 然后它会把你的这个VPS的IP 发送给你 我们有了这个IP 然后再根据我们刚才设定的那个密码 就可以进行这个远程连接了 大家如果连接不上的话 可以试着PIN一下你的这个IP 如果PIN不通的话 你就远程连接不上 那么你就换一个IP 我记得应该是可以免费换两次的 如果正常可以PIN通的话 大家就可以打开这个远程装面连接 然后把你们自己的这个IP 然后输入进去 然后点击连接 然后再把你的用户名还有密码输进去就可以了 就能够登录到这个VPS了 登录进来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界面 跟我们平常用的这种Windows的系统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挂载EA的话 还需要我们安装一下这个MT5 那么我们就先下载一个 你们可以在你们自己这个平台的后台进行一个下载 或者直接在MT5官网进行下载 我这里就使用这个ICMarkets的MT5 点击下载 然后我们顺便再把我们这两个 这个EA来下载一下 我们这个EA它是有用到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需要下载两个文件 好准备好我们的这三个道具之后 我们就在上面这个右键 右键的话我们复制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VPS右键 然后进行一个粘贴 然后等它这个传输完 传输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MT5的安装 还有EA的化载 好传输完了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安装包 进行一个安装计划 这个安装的话就很简单了 好安装完成 然后我们就把它自己就启动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账户的登录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账户的登录 好我们的用户密码 还有我们这个服务器 然后一选点击OK就可以了 我这里先登一下 好登录成功之后 这个图表包括这里的价格的信息 都显示出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 右下角这个延迟情况 基本上都是个十来秒 十一二秒的样子 今天还有点不太配合 平时的话 它大概也就是个四五秒的样子 不过十来秒也足够了 不影响 以前我们本地的那种两三百毫秒来说 已经好了 不是一点半点 好下面我们再演示一下如何挂载 挂载的话很简单 就是点击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数据文件夹 然后这个MQR5 然后找到EA的文件夹 我们把刚才复制粘贴过来的两个文件 打过来 这个一般来说 在share的 我都是代表它是EA文件 EA的话就粘在这个文件夹下 给它进行一个解压 把这个拿出来 这个就没用了 删除 还有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的indicators 也就是我们的指标文件 这个文件 把它解压到这里 然后 好 之后的话 这这些文件就没有什么用 就可以删除掉了 然后我们回到MT5 在这个指标这里 点击一下刷新 EA这里也点击一下刷新 然后我们看一下 指标的话已经加载好了 然后EA的话 也已经加载好了 然后我们如果是要实盘运行的话 很简单 就是把它直接双击 双击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允许算法交易点开 然后输入这里 然后把这个 这些参数 大家根据 根据我的视频 因为每个EA的话 它的参数 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你们需要去详细的看一下 这个视频 每个参数 它的逻辑是什么 然后你们自己经过 我教的 就是我分享的那种 in-simple-out-work-simple-testing的这种参数验证的方式 去得到一个有效的参数 选择一个有正向期望的一个参数之后 你再去进行这种模拟盘或者视盘都可以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就是我们这个EA的唯一编号 也就是我们的Magic Number 这个大家是一定要设置成唯一的 如果你是拥有多个EA的话 我们这里举例的话 随便给它击一个 然后选择好参数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确定 这个图表还是一个灰色的图表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算法交易这里点开 好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EA就已经完全的挂载好了 好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如果有帮助的话 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